你知道 我現在看怎麼講 來 我們先看這個-1好了 同學 負1的七次方是誰? 不知道 不理我 就負1嘛 就負1乘七次嘛 對不對 就負1嘛 來 這裡是128 請問你 2分之1的七次方是誰? 對 就128分之1 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就2分之1乘2分之1乘2分之1嘛 連續乘七次嘛 對不對 慢慢乘啦 你考試你就慢慢乘 沒關係 就128分之1 然後再加上 來 這裡是4 乘上-2分之1的平方是誰? 1分之1 欸 這可以吧 這可以吧 然後負負得正這裡加上多少? 加1 然後不要忘記後面再怎麼樣? 加3 好 那請問同學喔 這裡 約掉 所以這裡會變成多少? 這裡變負1 然後這裡約掉 這裡變多少? 變成1 所以這個答案會變成多少? 1加3 所以就是4 原來如此啊 對不對 所以這種題目 同學你不用擔心啊 我今天要講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很簡單 多項是要求余式 當你的這個廚式啊 這個廚式是一次的時候 你要求余式跟求函數值是同一件事 你一定要注意這件事情 好不好?要配合tention 要注意這件事情 我再講一題 就把今天要的課程結束 再一題 再一題 對 再一題啊 再一題 慢慢教 我會把它講清楚喔 希望你這裡可以學好 這個東西 把它學好 嘿咻 我們來看一個經典題喔 超級經典題 來那個 欣佛婷幫我拍這邊 我要講這個經典題 你知道只要我講經典題 那代表什麼意思嗎? 代表我念高中的時候就有了 你想想看 經過20幾年 還會放在數學課本上的題目 就代表這個題目 歷久彌新啊 就是一直存活著你知道嗎 有一些救教材的東西已經不見了 這個還留著 就代表這個東西蠻重要的 159頁 哈囉 159 你猜我要講哪一題 我要講例題題 這一個例題題 我希望同意給它三個讚 這是經典題 只要是經典題 我希望你都能夠確實的去把握它的概念喔 以之 欸? 我們直接做隨堂練習好不好 好 直接做隨堂練習好了 來 他說以之 f of x 來看我這邊喔 叫做3x5次方 然後減掉 22x幾次方 4次方 再減掉12倍的x3次方 喔!好累喔 再減33倍的x平方 然後再加上10倍的x 再加上多少 再加上5 喔!這幾次多像是阿 這5次多像是 欸幫我檢查一下我有沒有操縮技術 沒有吧 沒有操縮對不對 來 他問你什麼東西呢 他問你f of什麼東西 8 來 操縮多少 oh 來 這個隨堂練習給它三個讚 欸 請問你這一條怎麼做 帶進去做啊 來看我這邊 這個就是3 再乘上8的幾次方 5次方 跟著我寫啦 再減掉22 再乘上8的幾次方 4次方 對 再減掉12 乘上8的幾次方 3次方 再減掉33 乘上8的幾次方 再加上10 乘上8 然後最後再怎麼樣 再加5 來 我給你30秒 先把這一行給我寫出來 對啊 考試它不是說要求f8嗎 那就帶進去喔 對啊 這球含數值喔 s等於8嘛 會算出一個數字喔 就帶進去嘛 來我先給你一點時間 先把這個寫出來 這個 講一個我個人親身經歷的故事給你聽喔 我高中數學老師喔 在教這個單元的時候 你知道他怎麼說嗎 他說同學這種題目千萬不能這樣做 什麼叫千萬不能這樣做 哎呦 8的5次方 好麻煩喔 對不對 不會這樣做的 這不能這樣做的 這樣做你一定要花好多時間的 你考試喔 一定來不及 我那時候就想說 你叫共三小 這明明就是 稍微算一下就知道答案了 來同學我問你喔 來你仔細聽喔 可不可以這樣做 可以喔 但是 會不會有人真的去算8的5次方 當然不會 聰明的孩子會這麼做 你想想看 來 來 拿出你的筆 把這個東西 框起來 把它框起來 我等你 來把它框起來 我如果現在告訴你說 這個傢伙 剛才成績好貼日這個傢伙是 2乘上8的幾次方 4次方 如果我這樣寫 可以接通 知不知道我在寫什麼 不知道對不對 我幫你分解動作 來,哈囉,看好這邊 仔細聽,我現在在告訴你這個題目 它的考慮方式 同樣你看喔,這裡是五次方對不對 這裡是四次方,你猜我心裡在想什麼 我在想說,那我讓它上面的次方並一樣 這裡有五個八嘛,這裡有四個八 我把一個八拿到前面去 三八多少?二十四 所以它這裡會有幾個? 會有二十四個八的幾次方? 八的四次方 然後減掉這裡有幾個? 二十二個八個幾次方?四次方 那我問你,二十四個減二十二個是不是剩兩個? 對,就這樣 知道我講什麼? 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需要再講一次嗎? 我以前念書就這樣想嘛 這裡次方不一樣嘛,我就先讓它邊一樣對不對 我丟一個八到前面去嘛 把一個八拉出來 三八二十四 所以這裡有二十四個八的四次方 這裡有二十二個八的四次方 二十四個減二十二個是不是剩兩個? 對,我好聰明喔 I'm so smart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我問你喔 如果你那麼聰明的話 來,你告訴我 這兩個能不能合併 來,我問你 這兩個合併之後 會變成誰? 如果你知道我剛才在做什麼事的話 來 二乘以八的四次方 減掉十二乘以八的三次方 這裡撥一個八給他 二八十六 所以這裡會有十六個八的三次方 這裡減掉十二個,所以剩幾個? 我這樣講你們沒有辦法理解對不對? 要不要寫慢一點? 要不要寫出來 我寫出來好了 來,你看我這邊 你撥一個八給他 八二多少? 十六 所以他是十六 再乘上八的三次方 再減掉這裡是十二 乘上八的三次方 請問你 十六個減十二個 所以會剩幾個? 剩四個 對不對? 所以這裡會變成誰? 這裡會有四個 四個 八的幾次方? 三次方 欸,知道我在寫什麼嗎? 知道對不對? 然後同學你再看啊 這兩個可不可以再整理 這兩個這兩個 可不可以? 可以 來,你告訴我 這兩個再整理會變成多大? 副一八 欸 欸 你現在會開始發現說 很多題目並沒有固定的型態 都看你怎麼去思考這個問題 來 四乘八的三次方 這裡減掉三十三個八的平方 對不對? 我讓他次方都變成平方 所以這裡撥一個給他 八是多少? 三十二 我寫滿一點 來 八是三十二 所以這裡有三十二個 八的平方 減掉三十三個 八的平方 所以團友問你 來,這個是幾個? 三十二個減三十三個 所以是幾個? 所以負一個嘛 所以這裡是什麼東西? 這裡是負的 八的什麼東西? 平方 好 我跟你講這一題算出來了 來,你看我這邊喔 直接算啊 十乘以八是多少? 八十 八十加五是多少? 八十五 來,再減掉八的平方多少? 六十四 來,請問你 八十五減六十四 答案是多少? 二十一喔 所以這一題答案是多少? 二十一 我高中的時候 我們老師跟我說 啊,這一題一定要綜合處法 你不用綜合處法喔 這一題你考試就會做不出來 我心裡會想說 屁喔 我這一題一分鐘就做出來 我就兩個兩個合併 兩個兩個合併 答案就二十一啊 就這樣就好啦 誰要去算這個東西啊 對不對?你懂這意思嗎? 你吃了我的梗 知道我的意思嗎? 這樣就好啦 對不對? 我沒有真的要去算八的五四方 但是這個題目 老師 欸,你是 你把前面兩個跟中間兩個 都算完之後再一次 欸,也可以嘛 所以這種東西就是 你有你的思考模式嘛 但這個題目 來,同學你看喔 這個題目你也可以這樣想喔 來,這個fx 我們今天把它 來,請看喔 它要求f8對不對 如果你把它除以s-8 之若外有一個3 然後再有一個什麼是 疑似叫做r 然後同學你看喔 這個r就是誰 我就不多說啦 就是f8 對吧? 對嗎? 同學都知道f8有雙重意義 這個叫函數值 它也可以看成是 這個多項是 除以s-8所得到的什麼是 於是 所以你可以直接操作中和除法 我操作一次給你看喔 我們這段課就結束了齁 來,請看我這邊 中和除法來這裡就寫3 負的22 來 負的22 然後減掉33 然後再加10 欸,我來做中和除法 不要了解齁 欸,我把它講完齁 欸呦 然後最後常數項是誰 加5 然後你要注意喔 有沒有缺項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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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沒有缺項就太棒了 看好這邊 請問你 做中和除法這裡要擺多少 我們做中和除法 這裡不是要併號嗎 這裡要擺8 所以我跟你講 你要求f8 這裡就擺8 這樣聽懂嗎? 這不要背 就是你做了你就知道 來,這個三把他放下來 哈囉 3 三成發多少 24 相加這裡是多少 2 2乘8多少 16 相加這裡是多少 4 4乘8多少 32 32加乎的33 負1 負1 負1乘8是多少 負8 所以這裡是2 28多少 16 16加5 所以是21 你看到沒有 大部分的老師 或者大部分的參考書 都會跟你說 這種題目 你用中和除法又快又簡單 沒有錯 沒有錯 這個f8 你要把它解讀成 原來這個多項是被s-8來除所得到的余式 你知道f8有雙重身份 它可以代表余式 所以你直接用中和除法 馬上求出余式 非常快 但是同學你也知道 我直接把8帶進去 也不會很難吧 對不對 整理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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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看出答案了 對不對 知道我意思嗎 懂不懂 這會不會很難 第一次這個算法很簡單啊 這兩個合併啊 撥一個8給它 24個8的4次方 減掉22個8的4次方 所以剩幾個 剩兩個 對不對 這裡不是24個嗎 3824嘛 24個減掉22個不是剩兩個嗎 這兩個再去整理 你再撥一個8給它 16個8的3次方 減12個8的3次方 所以剩幾個 剩4個8的3次方 所以就再跟它手並就好啊 穿到後面就直接算了 就有答案 懂不懂 懂 了不了解 知道嗎 好 謝謝同學 我們這堂課就到這裡